这绝对是最传奇的一段爱情故事 重庆82岁抗日老兵相亲在婚时 意外发现相亲对象竟然是自己 失散60多年的妻子 那么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段爱情故事 失散多年的两人又是如何重逢的呢 这位82岁的老人名叫王念青 他是一位抗日战争的老兵 一身无儿无女 只有一个干女儿名叫李拉芝 1997年10月 王念青像往常一样在家中晒着太阳 李拉芝带着东西来到了他的家中 看着自己父亲孤独的背影 李拉芝的心底出现了莫名心酸 虽然他平时非常孝顺 经常回来看望老人 但是他毕竟也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 没办法事事都照顾到 所以他一直都想着为父亲再找个老伴 但王念青却一直都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那么穷 没人会瞧得上 并且他还一直想念着60多年前的妻子 这天李拉芝再次提起了找老伴的事 本以为父亲会再次拒绝 没想到他竟然破天荒的同意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王念青知道也确实该要找个老伴 毕竟女儿也有自己的事做 在得到老人的同意后 很快李拉芝就找到了一个 跟他年龄相仿的老太太 同样是无儿无女 条件气质都非常不错 之后李拉芝将二人给约了出来 此时王念青完全不知道 对面的老人就是他失散几十年的妻子 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刘泽华 看着他的脸 不知道为何 王念青莫名的会有一种亲切感 而刘泽华同样也是如此 两人接触下来 他很快就被王念青如雅随和的谈吐吸引 之后两人越聊越投机 王念青将刘泽华带回了家中吃晚饭 并且亲自嫁厨 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会做饭的男人是真不多见 这让刘泽华的好感倍增 饭后 王念青越看越满意 后来的日子里 两人越来越熟络 很快就拘领了结婚证 不同于年轻人 如交思期的婚后生活 两位老人结婚后 还是相敬如宾 经常会在一起聊聊之前的人生 然而就是这一次偶然的聊天 让王念青发现一件震惊的事 这个人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 刘泽华表示 自己曾经结过一次婚 丈夫是个当兵的 当两人结婚才三个月 他就被军队调走了 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估计是牺牲在了战场上 听着这个故事 王念青觉得十分熟悉 因为自己就是刚结婚没多久 就被部队调走了 于是他向刘泽华问道 老家是哪儿的 刘泽华告诉他 自己是遗憾塔和霸人 听到这个地名 王念青十分激动 因为这正是60年前 他跟妻子结婚的地方 此时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 眼前的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 自己失散多年的原配妻子 但他还是不太敢肯定 因为自己的原配妻子 并不叫刘泽华 而是叫做李德芬 难道他也跟自己一样 用的是改过的名字吗 当初为了怀念自己的妻子 他将名字改为了王念青 一直用到了现在 他赶紧向刘泽华问道 何霸村基本上都是理性 为何你是姓刘呢 虽然不知道为何他听到 自己的老家会那么激动 但刘泽华还是如实地回答 说出了自己的本名 他原本叫李德芬 此时听到了自己 心心念念了60年的名字 王念青泪如雨下 他没想到时隔60年 竟然能再次重逢 此时的李德芬十分迷惑 可还没等他去问 就听到王念青激动地说着 当初那个军人丈夫 是不是叫邱大明 李德芬惊讶地点了点头 此刻邱大明再也克制不了情绪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我就是邱大明 是那个娶了李德芬三个月 就上战场的邱大明 听到这话 李德芬首先一愣 此刻再看向他的脸 脑海中不自觉地就浮现出了 自己丈夫年轻时的样子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就是当年自己的丈夫 随后两人相拥而弃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战争结束后 邱大明也没有回来呢 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爱情 重庆80岁抗日老兵 与相亲对象结婚半年后 突然发现相亲对象 居然是自己失散60多年的妻子 那么这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是怎么失散的呢 这名老人叫邱大明 他曾经是四川军阀 杨森麾下20军的一名牌长 1933年时 邱大明跟着部队一起参加了 对红军的闪干革命根据地的 六路围攻 由于作战不力 他们后来被调到四川遗憾驻扎 正时在这里 邱大明歧视了李德芳 双方对彼此都很满意 很快便定下了婚事 1934年的6月份 草草的办了三桌酒席后 他们就算正式结婚了 由于当时情况特殊 邱大明常常在部队忙碌 但小两口的日子也算过得去 就在两人畅想着未来生活的时候 邱大明突然接到了上级指派的任务 要求他所在的部队 立马赶往前线支援 由于事态紧急 部队需要连夜行军 邱大明根本来不及跟妻子告别 就随部队离开了 在他离开之后 本以为能够很快回来 但这一次却整整分别 60多年 当时正处于松户徽战的关键时期 日军的装备十分先进 飞机坦克大炮 一营俱全 我军这边武器装备十分落后 邱大明所在的川军部队 一个连百十号人 就才一挺机关枪 完全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抗衡 当时中日双方共计投入了近100万的军队 打了三个月 由于武器装备差距巨大 中国军队伤亡人数高到25万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李德芳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危 他突然写了封信送了出去 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 因为松户徽战结束后 邱大明又被派去参与台儿庄战役 这场战役异常惨烈 日军当时放出豪言 要用三个月灭亡中国 他们派出五万余人从南北两端 沿金服铁路夹击徐州 而台儿庄正是徐州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这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 最终我军以伤亡五万人的代价 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但邱大明也在此时深受重伤 重庆八军老兵去相亲时 竟然遇到失散60年的妻子 在丈夫不辞而别 三个月后 李德芳打听到 她是去了前线抗日 此刻的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等邱大明回家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她始终没等到丈夫的身影 甚至没收到任何书信 每天得到的消息 只有松户会战死了多少人 太原会战又死了多少人 在邱大明走后 李德芳的日子过得十分糟糕 父母相继病逝 街坊邻居纷纷劝她改嫁 但李德芳就是不愿意相信 邱大明已经去世 念愿相信是邱大明不要自己了 于是她鼓起勇气 带着家中仅有的钱财 往邱大明的家乡荣昌县寻了去 而邱大明这边 由于在台儿庄战役中受了重伤 她养了很久的病 身体恢复后 再次投入了抗日战争中 此时她的心中想着 只要再努力一点 多杀两个小鬼子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那时候就能回家和妻子团聚了 虽然很想念自己的妻子 但她却不敢轻易联系 甚至连信都不敢往家里寄 因为此时兵荒马乱 寄出去的信万一被敌人截获 那么收信人很可能会遭到日军的报复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她都没联系过自己的妻子 但心中积攒的思念却越来越浓厚 这使得她在战场上非常勇猛 战争结束后 邱大明退伍转业 被安排到了重庆工作 这时她再次回到了老家 然而这里早已物是人非 当初家里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 她向旁边的人家问起 住在这里的李德芬去哪了 但是他们却说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现在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新搬过来的 因为之前日军队这里 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 所有的房子都被炸成了废墟 并且还炸死了不少的人 当初在这儿的李德芬 或许也死在了敌人的炮火之下 听到这话 邱大明悲痛欲绝 脑海中妻子的模样渐渐模糊 难道妻子真的不在了吗 她不愿相信 于是她开始在各地寻找 可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 想要找一个人 无疑是在大海捞针 最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邱大明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妻子的消息 无奈之下 她只能另去他人 然而因为她的身份特殊 建国之后 她被拉去了新疆改造 一直过了21年 邱大明才被释放 等她改造完出来的时候 第二任妻子早已改嫁 她变成了一位孤寡老人 也正是在这时 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王念兴 以此怀念自己 失散多年的妻子 另一边的李德芳 等了她十几年后 也选择了改嫁 由于岁数过大 她当时领养了一个小孩 可领养儿子并不孝顺 不好好上学就算了 还十分蛮横 在她丈夫去世后 不孝养子 愈发的变本加厉 为了吸毒 接连变卖家中财产 李德芳最终被赶出了家门 从此流落街头 她改了自己的名字 本以为两人这辈子都无法相见 结果在命运的安排下 两名老人在冒蝶之年再次重逢 就像是那句老话说的 命里有时终须有 听完她的故事后 邱大明十分愧疚 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妻子 才让她受了那么久的苦 在这之后的日子 邱大明尽着最大能力去补偿她 每次出门时 都紧紧地牵着李德芳 生怕走丢了 然而在2009年10月28日时 李德芳因病不幸失事 君埋泉下泥霄谷 我寄人间血满头 邱大明悲痛欲绝 20天后也跟随她走了下去 之后 甘女儿李大芝 将她们合葬在了一起